今年5月7日 國道5號雪山隧道 發生火燒車追撞事故 造成兩死28傷 宜蘭檢方以業務過失致死 與業務過失傷害 對首都客運阿美族的駕駛 葉傳青提起公訴 認為葉傳青當時沒有注意車況 以時數81公里直接追撞前方的車輛 引發車禍 事故發生後 首都客運已經與死者家屬 以部分傷者和解 也積極負責傷者後續的醫療費用 至於有部分傷者至今還沒有和解 是因為他們擔心還有後遺症 首都客運將照顧到他們康復為止 並持續進行和解 雖然駕駛一夜傳青在事發 第一時間趕緊叫乘客下車 原本一夜傳青已經下車脫困 但見車上還有民眾受困 折返背出受困的乘客 自己還因此受到嚴重的嗆傷 一度在加護病房插管急救 現在已經出院 不過因為交通意外疏失 還是不免要受到法律的責任 宜蘭地檢署提起公訴後 還有在地方法院審理 記者綜合報導